好我們來看國民黨真的是第一次 這個不分區名單 不跟有市議員去熬夜靜坐 你看看 一人就三黨 誰啊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吳敦義 為什麼講講一人就三黨 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吳敦義主席 今天上午的時候呢 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 這個否決跟贊成這個等於說 不分區名單嘛 他先上去 先上去 自我介紹直接講說 這份名單提出來以後 令人眼睛有一隻一亮 有三個黨眼睛有一隻一亮 第一個黨民進洞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雖然蔡英文 第70個民調穩穩的贏過這個韓國瑜 但是在政黨支持度 一路輸給國民黨 大概說10%左右 5到10%嘛 所以呢 這個黨那個名單一出來以後 只有邱毅 吳思淮 葉宇蘭對不對 這三個而已 就讓民進黨突然間有一個民調出來 跟國民黨的政黨制度 在一個多重之間 所以救了民進黨 不簡單啦 所以第一個黨 我眼睛有一隻一亮 第二個黨是清明黨 宋楚瑜黨主席突然間 撿到大炮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是他的貴人 那除此之外 吳敦義也是他的貴人 名單一出來以後 很多知識男 經濟男 這些都嚇壞對不對 嚇壞了 賣壞在壞 國民黨就要打到清明黨 第三個黨 新黨 新黨 在此之前新黨聲音很小聲 對不對 但是呢 那麼在跟吳敦義有對盤的 這個媒體的這個等於說 報導裡面啊 百萬鋼鐵韓粉教訓 國民黨教訓吳敦義 哎 他說這樣做 根本就是給韓國瑜啊 那個對坐 你知道嗎 所以決定投給新黨 所以 三個黨 一人就三黨 哎呦會不會新腦就過5%啊 有可能 韓反叛 你們要把你們實力拿出來啊 如果啊 吳敦義主席 我真是用心了苦 在聽到國民黨的這個文章 所以新黨會不會提邱義 國民黨搞不好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呢 事實上呢 很多的網友嘛 他們就出來說 國民黨這個是藐視台灣人的諮商 然後還有說 家有一老 盧有一寶 沒錯 而且國民黨一次 一次打出那麼多神奇寶貝 對 我都忘了這些寶貝了 你要知道 全面15個家才說 850歲 那這些更好玩的 很多名單就說 那要不要把黃安 黃安跟女黃安 劉樂妍 還有這個 政壇黃安 還有政壇黃安 名嘴黃安 警戒黃安 黑道黃安 媒體黃 哭手下去 張安樂郭關英好久不見 天啊 我們的李富城叫氣下黃安 對不對 所以把這些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的 網友開玩笑 不過他說 如果全部夢幻名單列進去 我就投你一票 你知道嗎 很可怕 所以呢 事實上 你就知道 不過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這個不分區 創下一個 國民黨有史以來的一個新紀錄 為什麼呢 不分區名單的人 第一個被否決趕出去 你知道嗎 張顯耀 我看他這麼會哭的 你知道嗎 但張顯耀今天大家知道一件事 那為什麼吳敦毅一定要 這一個人或那個人 問題就來了 那吳敦毅就是要 兩岸的門票 兩岸的門票 他當黨主席到現在 他沒有辦法 踏入中國大陸一步耶 你知道嗎 所以他現在選前 他不再說他支持 一中各表的話 大家自己心裡有數了 事實上你就知道 他要的就是 你們想幫我趕下來 我要立法院的院長 我還要那個兩岸的門票 搞不好 搞不好 只要我的那個立法院的那個席次 這次增加的可能性很大嘛 所以有時候 我不一定要持黨主席耶 但是張顯耀我覺得很偉口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 沒有人通知我今天要去啊 你知道嗎 沒有人通知我今天要去 哎 不分區 搞不好他自己也沒爭取 不分區 吳敦毅會不會是立法拿進來的 我有問題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他為什麼被刷掉 因為根據規定啊 今天到場的一半95個 如果就超過95個 投反對就把你否決掉 那張顯耀 100多票把他給否決掉 為什麼被否決掉 說他沒來 你不來不敢尊重嘛 因為34個不分區 你都要來報告一分鐘 你不來 他就委屈了 因為表決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衝過來 他說沒有人通知我 是記者打電話問我為什麼不來 居然有這種事 所以他來他就很委屈 我來了等等我 不過國民黨說 我們事先有通知 所以中間又他出了什麼問題啊 所以呢 事實上呢 這一次吳敦毅拿到了 58張的這個反對票 然後吳思懷拿到了82張反對票 差一點嘛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為什麼過嗎 因為他很聰明 他自我介紹的是 我效忠中華民國 捍衛中華民國 不是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 欸講這樣 不要不然的話 他也會被否決你知道 講這樣馬上把那個 欸 拉過來一點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次國民黨的不分區名單 我說湯白的 贏贏叫拔到輸 實在是一人就三黨